欢迎回来日询月宗 清代的秦龙皇帝 在位期间总共六次下江南 南巡期间 他就像是一位耶诞老公公 直接分送给各地很多的大礼 像是免掉了江苏 还有安徽各省积欠的税盈 总计六次免税金额 在一千万两百亿以上 但是另外一方面 皇帝出巡难免讲究排场 开支巨大 劳民伤财 引发了不少负面的批评 真的是相当的扰民 不过根据汉人宫廷画师 徐阳留下来的乾隆南巡图 乾隆南巡的时候 所搭乘的龙船 形式显得比较简单朴素 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 第一个他比较少在船上过夜 另外一个就是他怕树大招风 造成维安上的困扰 千龙即位不久 清新江南美景犹如天堂 勾画起南巡计划 派大臣先遣勘察 但包括勘察的大臣在内 都反对皇帝南下 一直到乾隆十四年 江南地方官吏为了迎合帝王 上奏请求天子南巡浙江 乾隆宣布两年后南巡 开启乾隆南巡首行 高公公 刘仲堂 何大人 您也有要紧事要见皇上 刘仲堂 皇上南巡究竟走的是水路 还是汗路 才有个明事 你我也好着手办理 更自其极啊 我去问了 皇上语言不详 何大人要是去问 皇上自然会有个明事吗 南巡代表的意思 就是说皇帝是要亲自来瞧一瞧 因为天高皇帝远 这些地方皇帝平常也不会来 所以他来了显然就是要看很多 包括比如说 我们说水利啊 包括像励志啊 包括像地方的统治的情况 所以皇帝来了呢 通常他也不能随便的安排 所以大概来讲 当时几次南巡的话 一方面就是说耗资巨大 一方面就是说安排他起居各方面 基本上是当时很费事的事情 爷叫我呀 你立马去一趟户部 告诉京城让他预备十万两银子 然后只会公布即刻着手 修复安抚如意洲 快去吧 修日洲 爷啊 皇上要走水路往山东去啊 不该问他 不用了 皇帝难寻成为官员 尽相逢迎拍马的机会 虽然乾隆告诫 十十丝物力之围艰 世事为奢靡之世界 但沿途地方官吏 争相逢迎 民间越胜载道 劳民伤财引发批评 随驾当差的军事达三千人 马匹六千 船只多达四五百 还有几千名民工沿途提供募资 皇上明天就要难寻了 此次随护的共有三千二百三十 光用马就有六千六百匹 还有太监 亲兵 鸾衣卫 直到茶膳房仁义 墓钉 旧钉 兽医 庚夫 披甲人等等 不是一种平底船 这种船的甲板 很宽阔 而且它的舱设计也并不多 随时可以靠岸补寂 这个船唯一的目的就是运送大量物资 而且平稳前进 乾隆下江南收是带了文武百船 一起下去的 它其实是有很强烈的政治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明王朝的核心地带就在江浙一带 这里是全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财富的存在地 明朝跟清朝天下最富裕的地方 收税的主力都在这里 而这里可是朱元璋的老家 明王朝在这里有很强烈的反抗势力 所以从康熙到雍正到乾隆 对这个地方都非常重视 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宫 乾隆六次南巡 五次视察黄河治理工程 清史记事本末记载 乾隆每次南巡历时四五个月 着重在视察河宫 命人建造御用船只 搭载天子南巡 御用宫廷画家徐杨 绘画乾隆南巡图 勾勒出乾隆南巡石 船只的样貌 这张大船 就是我刚刚讲那个乾隆御船的 而这个是在乾隆南巡图里 第一次出现 而且后来很清楚 那这个船呢 基本上的话 看来是一艘平底船 平底的一个叫一艘江船 就是平底江船 那尺寸的话 按照这一个 这个地上建筑跟那个船的尺寸 互相的就是画面里面的那种 互相参照估计 这艘船应该有30公尺以上 它只有一层楼 那这个船的后半部的话 就是这个平的 这个什么 那个一个船舱这样子的 那船舱的前面的地方 有个凉亭 一个凉亭 那凉亭的话 有这个四根龙柱 那就像是一个凉亭这样的建筑 在最前面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想象 最前面那个凉亭 就是乾隆皇帝坐在那个地方 等那个船在航行 他可以看河边的风景 乾隆南巡图写实记录 乾隆南巡搭乘的大船 长达30公尺有一层高 前面搭建凉亭 四周围有龙柱 乾隆可能坐在船首 欣赏江南美景 船身不算华丽 不过有别于乾隆南巡 船居的样貌 竹一家融入想象 以竹一船模建构五龙龙船 包括龙首 龙尾 有如云龙在线 船身有盘龙围绕 屋顶还有一条飞龙冲天 船上有多处行宫 仿佛将皇宫真实的搬上楼船 他就是极尽奢华了 然后感觉上坐在船上 好像没有离开陆地一样 因为他的那个庭院 那个庭楼阁的设计 然后再加上 感觉上是在由自己的花园 一样的感觉 整个那个庭园的摆设 然后他的装饰也极尽 他的辉煌 感觉上皇帝 虽然是离开了他的皇宫 可是等于是把皇宫搬到 这边水上皇宫一样 现在为当今万水岩修路 谁敢不错 你们赶快给我搬走 免受疲惹之苦 足以传模加入 对御用龙船的想像 但真实的状况是 乾隆南巡花费上百万银量 到了晚年体认到南巡的错误 《青史稿无雄光传》记载 乾隆的喊成在为一甲子没犯大错 六次南巡却劳民伤财 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耗资造成国库负担成为绝想 虽然留下盛世美景 却使得大清帝国逐步走向衰弱 不过如果说皇帝南巡不懂的收敛节制 最后搞得劳民伤财 甚至招致国家灭亡 也不是没有潜力可循 像是同样利用大运河南巡的帝王隋阳帝 就是因为花钱无度 最后导致怨声载道民心思变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